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金生阳电源的重磅产品 就是这个750瓦高功率密度的电源 大家可能不知道金生阳这个企业啊 金生阳可是国内模块电源的龙头企业 它成立于1998年以自主品牌闻名 这款电源在这个小体积里面塞下了超强的性能 专为工业能源等领域设计 不过这家企业去年5月份上过一波热收 因为涉嫌向俄罗斯供应电子元机件 美国把金生阳拉进了制裁名单 这个供应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 现在这个争议过去了 咱们回归技术的本身 我将带大家解剖开这块电源 看看它的电路布局 核心元机件和设计亮点到底有多牛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把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先把这个外壳把它打开 我们上一期视频拆解的开关电源 是华为的一个750瓦的电源 那一个的体积比这个大多了 这个体积就非常的小 这个重量仅622克 这个电源的长度为126毫米 宽度76毫米 厚度最厚的地方也才41毫米 整个电源的外观设计是非常紧凑的 这个PCB下面还有一块铝板进行加强散热 卸下固定铝板的螺丝 一共有四颗螺丝 这边螺丝上面还有这种塑料的隔离罩 底部的铝板还有一块黑色的麦拉片进行做绝缘处理 这上面还贴有大面积的散热硅枝贴 非常厚的散热硅枝贴 而且这个背面的PCB上面全部打了这种三防漆 就是做绝缘处理啊 主要散热的地方都是铝合金进行散热 我们把这个铝合金的盖子把它打开 这个铝合金散热片上面有一个规格标签 金森阳的品牌logo 然后这个是型号ROF750-20B24 输入电压是100-240V的全球电压 输出规格它有两种 这个CFM是一个流量单位 750W输出的时候需要加风扇 风扇流量是25立方英尺每分钟 不加风扇的时候它输出是450W的功率 这一个是欧盟的CE认证 这一个是英国的UKCA认证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绝缘麦拉片 这边还有一块 这一块是辅助电源 上面一样的有一个麦拉片进行绝缘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电源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拆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 这一款金生羊 高功率密度开关电源拆解后 可以看到它由三块PCB构成 布局极为紧凑 高功率密度的电源 通常采用PFC加LLC的开关电源电路架构 这款电源也不例外 其整体电路包括 EMI初级电路 PFC功率因素校正加LLC节证电路 以及SR次级同步整流输出 然后还有一个辅助电路构成 我将一步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一款电源的电路架构 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中色微型束缝保险师两颗 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保护元件的公司 东莞市贝特电子 这个保险是贝特932系列 慢熔断束缝保险师 规格是12安 耐压300伏 用于一致共模造成的两颗蓝色 安硅外电容 来自成立于1998年一家专业从事电子敏感 微波节制陶瓷材料 和红外接收模块研发与生产的企业 厦门万民电子 规格都是1000匹法 那压400伏 并且两颗外电容引脚 各有一颗磁环 用于实现更好的降噪 阻抗匹配和干扰屏蔽的效果 用于一致电源电池干扰的安硅X2电容两颗 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专业从事 薄膜电容器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江西六合电子 属于六合电子 MPR系列 金属化聚品锡膜抗干扰电容器 规格分别是0.82微法和0.33微法 压压的话都是400伏 两颗绿色的热命电子 用于浪涌电流防护 这一颗大的 4E型号是TVR10561M 厂家的话没有查到 另外一颗跟安硅Y电容一样 来自厦门万民电子 为旁路NTC配合继电器使用的 一大一小两颗发烧 Hi-Fi级别的扁平同态式供摸电感 用于滤除输入220号交流电内部的EMI杂波 两颗电感内部的磁心都是用的绿色方形磁心 用的比较厚的扁平紫铜带进行分组缠绕而成 中间有电幕进行隔离 底部有电幕进行固定 并打有黑胶 并且这两颗电感 它的厂家就是金山阳自己生产的 它们可不光是生产开关电源 这些零件它们也在生产 一颗继电器用于控制输入浪涌电流 通过旁路NTC热命电阻保护电路 并提升运行效率 厂家来自成立于1984年 一家中国积电器行业先行者企业 厦门鸿发电声股份 两颗整流桥安装在这个散热器支架上面 并且用螺丝进行固定 负责将220层交流电整成脉动直流电 4E型号GBU2510 来自成立于2000年 一家级半导体分离器件芯片设计 制造销售与服务的厂商 扬州扬节电子 扬州桥的规格是25A 赖压1000V 两颗整流桥并年使用 均烫发热 整流桥后端还有一颗薄膜电容 同样是来自江西的六核电子 规格是2.2微法 赖压450V 属于六核电子 MPC系列 标准金属化聚屏膜电容器 这个电容用于降低整流后的高频纹膜噪声 优化直流供电质量 PFC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通过提高输入功率因素 减少电网谐波污染 确保电源高效利用电能 它将整流后的迈动直流电 升压为稳定的高压直流电 为后续LLC 斜阵电路提供可靠的输入电压 首先就是这颗主控芯片 四应被打磨了 按照这个电路的布局来干 这颗就是 PFC加LLC 整合在一起的主控芯片 根据我的经验 芯片上第一角 这一个小圆圈 非常像是N字幕的产品 不过咱们就不要去猜了 这个是行业常见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 芯片型号隐身 但是PFC加LLC架构的高效表现 还是依然的亮眼 实力才重点吧 对吧老铁们 这颗小的电解电容 为开关电源 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来自成立于1952年 一家以制造铝电解电容器 塑胶薄膜电容器为主的 各种电容产品企业 日本的红宝石 珠世灰色 这个电容属于红宝石 JLH系列 小型化 长寿命 低阻抗电解电容 适应GS3M的 PFC旁路保护 快恢复二级管 防止电感 自感产生的反向电流 用来保护整个电路的可靠性 这一颗就是这个电源的 PFC电感 同样是来自 金生阳他自己的 也就是说自产自销吧 电感的做工非常不错 PFC开关管两颗 这边有一颗 这一边还有一颗同样的 4G型号都是OSG65R070HT3 来自成立于2008年一家国内 高性能功率半导体领域的 佼佼者企业 苏州东威半导体 属于东威半导体 GreenMOS系列高压MOSFIT 可以为系统提供出色的 切换性能和稳健的雪崩功能 规格是耐压650伏 内部导主70毫欧 最大的漏极电流141安 两个开关管的引脚处 都套有这种磁环 进行频密干扰 PFC生压整流二极管 私印型号G3S-06506C 来自成立于2011年 一家致力于中国半导体 功率器件制造产业发展的 企业北京太科天任半导体 这是一颗碳化硅 肖特机二极管 规格是6安 耐压650伏 配合这颗碳化硅二极管使用 还有一颗MLCC电容 还有一颗贴变磁珠 MLCC电容 滤除吸收高频纹波和浪涌 磁珠用来抑制 尖锋噪声 保护后级电路 并提升EMC性能 用于PFC生压后 滤波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四颗 焊接在这一个PCB上面 厂家来自 成立于1979年 一家主要以 铝电解电容 及高分子电容器产品制造的企业 香港的万域科技 四颗电容的规格 都是648微法 耐压450伏 属于万域科技 三星品牌 RT系列 长寿密高纹波电流 电解电容 这个电源采用的是 二合一的主控芯片 就不需要单独的 LLC 携帧电路的控制芯片了 这两颗就是LLC 携帧开管管 四颗型号OSG60R108FZ 跟PFC开管管一样 来自苏州的东威半导体 也是GreenMOS系列 高压MOSFIT 规格是 赖压650伏 内部导组108毫欧 最大漏极电流90安 这一颗就是LLC 携帧电路的携帧电容 来自成立于1955年 一直专注于 薄膜电容器研发和制造的企业 厦门法拉电子 规格是0.1微法 耐压630伏 属于法拉电子 MKP82系列 金属化聚品锡 抗干扰电容器 这一个就是 这个电源的变压器 采用的这种加宽的 铜带进行扰制 这种变压器的好处 它可以存在更大的电流 从而提高变压器的效率 这颗变压器同样是 金生阳自己生产的 用于信号隔离和反馈控制 确保输出稳定 并保护低压控制电路 不受高压影响的 5颗光电偶合器 示意型号都是EL1018 来自成立于1983年 全球知名的LED生产企业 台湾 异光电子 这个光偶属于 异光EL101X系列 光电偶合器 用来抑制电池干扰 和供魔噪声 确保电源设备的 电池兼容性和安全性的 贴片式陶瓷安硅外电容 一共用了三颗 跟EMI电路外电容一样 来自厦门的万民电子 属于万民电子CK系列 陶瓷安硅电容 规格是1000匹法 那样500V 开关电源的 次级同步整流输出电路 采用了两颗芯片 加四颗开关管 进行同步整流控制 两颗次级同步整流 控制器芯片 4E型号MP6924B 来自成立于1997年 一家全球领先的 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设计公司 美国新元半导体 简称MPS 这是一款用于LLC 斜阵电路的 同步整流 快速关锻 智能整流控制器 单颗芯片 可以驱动两个MOS开关管 特别适用于 高频高密度电源设计 其快速响应 和多重保护机制 可以显著提升系统效率 和可靠性 两颗芯片驱动的 四颗MOS开关管 装在同一个支架上面 这一面两颗 这一面同样的有两颗 四颗开关管的 4E型号都是 NCE-P85T14 来自成立于2013年 一家以MOSFIT IGBT等半导体芯片 和功率器件 研发设计销售的企业 无锡新杰仑半导体 四颗开关管的规格 全部都是 耐压85V 内部导主4.1毫欧 最大漏极电流 140安 次级输出 滤波固态电容 一共用到6颗 这板子上面 还有一颗100V法 耐压35V的固态电容 厂家的话没有插到 另外这5颗 跟前面高压电容一样 来自香港的万域科技 属于万域科技 XCOM品牌 UER系列 长寿命高纹波电流 固态电容 规格是470V法 耐压35V 5颗总容量 2350V法 次级头目枕流 还用到一颗 非常粗的 铜线饶汁的一个电感器 这里有一颗 R2001功率电阻 同样背面 这里还有一颗 R2001功率电阻 用于输出电流采样 这个开关电源的 辅助电源 电压取自 这一个 PFC深压枕流后的 高压滤波电容的 这个正级引脚 辅助电源的主要作用是 为控制电路和 带机负载 还有这些散热风扇 提供低功耗的 稳定的电源 辅助电源的主控芯片 4E型号 SCM1733 厂家也是来自 金生阳自己 这是一款高性能 电流模式 PWM控制器 内部集成 650V开关管 专门为 20W以下 反击电源设计 芯片带机功耗 低至75毫瓦 支持固定 65千Hz频率 与抖动优化EMI 效率超85% 类至软启动 多重保护 如过流过载过温等 确保系统可靠 这一颗芯片的 供电电容 跟主控芯片 共用这一颗 红宝石电解电容 这一颗小的变压器 则是辅助变压器 同样是金生阳的产品 辅助电源的 刺激同步整流 采用一颗 小特机二级管 4E型号 PS1550L 来自成立于2007年 以供逆半导体系列 为产业基础的 重庆平纬电子 规格是15W 赖压50V 辅助电源的 刺激滤波 采用一颗参膜电感 再加上一颗 固态电容 进行滤波 这颗固态电容 来自成立于1931年 一家日本顶尖 电解电容生产厂家 贵民工 朱氏徽色 他们家的电容 也叫黑金刚电容 这个电容的规格是 820V法 耐压6.3V 属于贵民工 PSF系列 超低ESR 长寿命 高温波电流固态电容 这一块小PCB 就是一块辅助控制板 这一部分电路 就像是这个 750电源的管家 两颗运算芯片 管电压反馈 稳定输出 这一颗微调电位器 调输出电压的精度 背面这里 还有一颗达林顿三级管 当一个小马达 用来推风扇 温度控制端口 风扇端口 这一个控制端口 这一个摇杆细号端口 互相配合 管散热 管安全 整体就是为了 这一个电源更聪明 更稳当 关键时候还可以救命 两颗运算芯片 这一颗没有查到厂家 这一颗芯片的实影型号 GEDSH 实际型号 SGM8723-1 来自成立于2007年 一家专注于高性能 高品质模拟 其中电路研发销售的企业 北京盛范威电子 这是一颗低噪声 高精度 高压运算放大器 芯片可以提供宽广的 输入供膜电压范围 和输出电压百伏 这一颗达林顿三级管 实影型号MJD41C 来自成立于2018年 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 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江苏长津科技 规格式耐压100V 极电极电流6A 金盛阳这款750W开关电源猜完了 各位老铁们 你们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 还是我来总结一下吧 这款电源的架构 用的是PFC加ALRC 二合一 设计挺用心的 PFC提升功率因素 压住斜波 ALRC斜阵转换效率不错 电路架构整体布局紧凑 电压输出 看着也是很稳的 EMI初级滤波 PFC深压 ALRC斜阵 次级同步整流 还有辅助电源 及这个控制电路 这个小PCB塞进去这么多电路 很不错了啊 散热有温度检测 和风扇搭档 负载高 它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撑得住 这些原器件挑的也是非常的讲究 保险师用的是贝特12i的曼容 这个应该是够稳了吧 Y电容和X电容 万民和6核的 滤罩效果的话 还是有保证 公模电感 变压器 PFC电感 还有这个小变压器 都是金生阳自家货 兼容性的话就不用说了 成本也控制得住 主控芯片配东威的MOSFIT 和泰克的碳化硅二节管 性能的话也是很不错的搭配 刺激两颗MP6924 带四颗新节能的开关管 两路分担电流 大电流输出和热管理 做得很靠谱 辅助电源的芯片 也是金生阳的低功耗设计 这个有点意思啊 整体看电路和零件搭配得当 做工挺扎实的 而且可以做到 自己生产一部分原器件 大家说金生阳这个企业实地怎么样 各位老铁们 你们说了算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